第1法 应该双座 伽佛座 或者是伴伽佛座也可以 然后第2法 你两树做等应 做等应的时候 应该右树在上面 左树在下面 然后两个母子接住 放在旗下 第三个 整个鸡嘴 正直 不能弯弯曲曲 应该也不能往后仰 然后第4个 经部稍微往前伏 也不能往后 也不能左右度外 应该稍微往前伏 然后第5个 尖碧后仗或者素仗 第6个 就是我们双目及时必见 第7个 就是舌头 地上上 你要入座的时候 先在你的素食的坐点上 做一个披露气法 然后心完全地放下来 稍微坐一会儿 就是右树的坐金刚圈 这个右树压着大腿的动辄的那种动面 然后压着大腿的梗 左树的话 就是三国金刚树银 压着坐笔以后 从右鼻孔当中出三次气 出三次气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 自他一切众生 尤其是诚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白色的气体的形象 就是往外排除 出三次气 这个左树就是做金刚圈 也是压着大腿的梗 然后从右树可以说压住右鼻 从左鼻孔当中出三次个气 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 自他一切众生 以贪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浑色气体的方式 就是全部往外排除 这样就是排三次气 双速度做金刚圈压着大腿的梗 从两鼻孔当中 同时出三次个气 出三次个气的时候 心里面也是观想 自他一切众生 从无始以来 以痴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黑色气体的方式来往外排除 这样就是排三次气 开始念的修命法 还有延祈祖 以诸佛菩萨的三经长的这种欲言 融入你的心 获得这种降测 就是在水面里面 有一个水面里 在水面里面 就像水面里面 咱 乱住 乱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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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 刄 揄 乱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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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苟凯梦一绥作物,可以量取消泛。 哈达也真不受喜我可达。 苟凯梦一绥作物 Guys我敢做了。 然后呢就是为了就是你天边无际的一切生生 让他们获得圆满震灯剧的果位 让真正的这个菩提心呢就是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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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自己的这个缠绵的这个上面虚空 在这种当中啊就是大家一次高的地方呢 应该这个前半这个莲花上面呢就是这个四字宝座上 将自己的这个上师呢就是观想 在这个上师面前的话呢 你就这个一心一意的开始祈祷 就心里面想就是啊就是释放诸佛菩萨的智慧重提啊 根本上师如意宝宁一定要垂念我加持我 让我的这个心融入佛法 让我的这个修行佛法呢就是圆满成果 所有的密乱分辨性呢就是全部遣除 获得这个无上的证悟 这些境界呢像上师那一样 就一定要在我的这个相续道中呢 让这个生起来 然后呢就是无比的恭敬心呢一直这样祈祷 要求就是念那个上师的这个祈祷文啊 一般来讲念二十一遍就是你非常强烈的信心来合掌 就是前面就是观想上师就是在他面前一直这样念 他能不能要想上师父带来自宝宝 他能不能要想上师父带来自宝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样的发愿供养 实际上我们也不用买什么东西 也不是心里面 幻化一个供品 不是这样的 应该发自己的愿 发愿跟医患还是有一定的差别 有什么样的差别呢 比如说 医患 我就心里面 幻化出什么样的供品 然后进行供养 他这里发愿的供养 我就心里面发愿 在世界上所有的众生 通过什么样的方式 让他获得快乐 那么这个是我发自内心的 发这样的愿 让他一定要获得 如实如实的快乐 熄灭了如实如实的痛苦 这样来发愿 或者在三宝所供养面前讲下 珍宝的鱼 鲜花鱼等等 下面所讲的内容是这样的 他这里颂词当中 别词指的是除了上面所讲的意外 因为前面讲的意外供养 等等这些供养 除了这些供养以外的 我们也应该在诸佛菩萨面前 或者所有的供养对境面前供养 供养什么样的供品呢 语而动听的 特别感人 震撼人心的 这样的一些歌声 赞美的歌声或者音乐等等 这些 我们进行供养 当然我们这样的供品当中 也有各种供品 比如说现在的一些乐器 歌声 尤其是一些契乐 比如说翘鼓 垂落等等 这样的声音 妙音 也可以供养诸佛菩萨 通过这样的音乐 通过这样的妙音 歌声 妙音 歌声让我们天下所有的众生 他们的相续当中的 贪嗔痴的烦恼 以及散度所生的 辛苦 变苦 以及坏苦等等 所有的这些根本痛苦和分支痛苦 全部熄灭 让这些众生 经常成立在一种快乐的生活当中 也就是说对这些众生 带来的快乐的吉祥与那 永远逐流 永远在他们面前生存 不管是在汉传佛教 或者藏传佛教 很多高僧大德也是通过音乐 通过一些歌舞 来吸引我们很多众生的心 然后他的心已经吸引过后 进行对他灌输佛教的教育 也是有这种显现 当然跳金刚舞和唱金刚歌的 他的密意和甚深的奥义 就像冯仁波切在有关论典里面 所宣说那样 有甚深的名业 从表面上看 也是对人们来讲 有很大的利益 不管怎么样 我们要观想的时候 十方诸佛菩萨 应该随处都在 我们自己的依靠 以发愿力量 以悦意的歌声 献上诸佛菩萨 让所有的众生获得快乐 应该这样来发愿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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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同时发愿 世间上各种各样的 比如说玛拉 蒜湖 颂世等 各种珍宝 各种鲜花的余降临 不断地降临 并不是一次二次 或者偶尔性的 是永远的 恒上的 不断地降临在 降临在什么地方呢 降临在一切三宝所依的法宝面前 一切三宝所依的佛塔 佛的灵台 可以说佛塔 还有在佛像面前 我们在这里代表佛的身体佛像 代表佛的心佛塔 代表佛的语言就是法宝 所以我们也随时要观想 发愿 世间上无数的供品 鲜花以及珍珠等等 这样就像天上降下来的 寻花纷纷一样 就变成各种形象的供品 永远恒时地降临 或者跳落在三宝所依面前 这里的三宝所依 大家也应该比较清楚 比如说 这里所谓的法宝 实际上是从内容上和言词上 用两方面来讲的 从言词上 所谓的三藏十二部 三藏十二部以及后来的高山大大们 所造的这些无数的论典 这些都是包括教法当中 所谓的正法 来自我们现在凡夫人的相续当中 生起一刹那的信心 一刹那的悲心 一刹那的空性正见 一直到得地的菩萨 然后佛陀的相续当中的 大悲无缘 无缘大悲和无缘智慧 这样的境界 全部包括在正法当中 所有的佛法 可以教法和正法 不管是在任何一个地方 我们也应该发愿 这些教法正法永远地 逐留在这个世间当中 而且有无数的供品 经常在教法面前显现 显现以后 让有无数的众生 也依靠教法和正法 自相续当中获得了利益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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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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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讲灵塔佛塔 这里刚才一个是教法 一个是佛塔 那么这个佛塔 我们也平时知道 比如说按照密宗的观点 石轮金刚佛塔 大花花花坦承佛塔 还有像密集金刚佛塔等等 有许许多多的一些 密宗方面的坦承佛塔 这方面也比较多 按照显宗工程的佛塔 佛经当中经常所讲的 有八种佛塔 那么八种佛塔当中 第一个我们经常说的是莲花塔 第二个佛塔叫做菩提塔 三个就是转法轮塔 第四个叫身边塔 第五个就是天降塔 有一个叫做和和塔 第六个佛塔叫和和塔 七个佛塔叫做尊胜塔 第八个叫做涅槃塔 佛陀在有关经典里面 比如说《悠长佛塔经》等等 这些经典当中都宣讲了 佛塔的种种功德 因此平时佛塔的形象多种多样 很多地方佛塔的形状 不一定是相同的 但实际上跟佛的真身 没有什么差别 同时我们也应该这样想 凡事世界上的佛塔 在花像上也好 真正具足的地方 这些都应该想供养 顶礼 这是对我们修行人来讲 非常的重要 看见一个佛塔 你马上接下帽子 你马上合唱顶礼 这样对你来讲功德相当大 我们遇到了这些佛塔的时候 大家也应该在佛塔面前 供鲜花 供水 或者自己顶礼 如果这些机会都没有 心里就念一些供养咒 然后就默默地发愿 让世界所有的 这些鲜花 珍珠等供品 在佛塔面前经常出现 让无数的人们 插摆佛塔供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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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佛像当然有雕刻的 还有一些塑造的 还有一些绘画的 多种多样的 现在一些商场里面去看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 也有唐卡 也有一些画像 也有一些雕刻的等等 各种画像 不管是你什么样的佛像 也是值得顶礼 不管是佛陀亲自开广的也好 或者是佛陀开许的 后来我们现在看见的佛像 大家也应该看了以后 不要看着是一般的像 一般的一些画 不能这样想 一定要像这个 跟佛陀没有什么差别 发愿让世间上所有 这些美妙的供品 永远都呈现在 这样的佛像面前 如果我们这样发愿 其实我们很简单的事情 实际上也造了极大的善意 作为修行人来讲 随时都应该这样来发愿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而我ably想你 还 rechts了这些 profit 我也 harmon用一下 一路打则 我听说 四马尔 最糸后 好 第五个供养 也叫做《无上供养》 《无上供养》 在颂文当中是这样说的 犹如妙吉祥 昔日供诸佛 无依如是供 如来诸佛者 那么意思就是说 像妙吉祥 文殊菩萨和普贤菩萨 以及弥勒菩萨 观世音菩萨等等 佛陀教法下面的 八大菩萨为主的所有的 菩萨 阿罗汉 圣者等等 他们对佛陀 怎么样供养 那么我作为 发菩提心的我来讲 我也是应该 如实地向诸佛菩萨面前供养 这个叫做《无上供养》 为什么叫《无上供养》呢 它的功德是相当大的 一般的供养 根本比不上它 所谓的无上供养 无上供养的功德 也是无法言说的 相当大 为什么这么讲呢 比如说像文殊菩萨 在佛教当中是 智慧第一的文殊菩萨 也就是诸佛菩萨的 所有智慧的重景就是文殊十利菩萨 文殊十利菩萨的禅定 他的功夫 他的重持力 还有智慧等等 都是无有伦比的 他的供养的方式和 他的供养的功德 我们一般凡夫人 也是无法比较的 没办法比的 比如说文殊菩萨 如果供一朵花 他当时的发心 他当时的方法 肯定不像我们供养那样的 普贤菩萨供养 我们前面在有些讲义当中 也给大家讲过 所谓的普贤运供 那么比如说 我们自己的心口发出 或者菩萨菩萨他的心口 发出无数的光 每一束光端 又出现无数的普贤菩萨 每一个普贤菩萨的心间 又发出无数的光 那么这些每一个光端 出现供养天律和供养天子 那么他们受持 也是无数的供养 向十方诸佛菩萨面前做供养 这样的供养 当然说是无量无边的 那么文殊菩萨 观世音菩萨等等 他们这种供养的功德 也是相当大的 大家作为一个大乘修行人来讲 应该平时做无常供养 应该能做得到的 大家不要忘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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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面讲的是第六个 赞叹供养 赞叹供养颂词当中是这样讲的 我以海潮淫 赞浮功德海 圆妙 赞格云 飘零碧等前 他这里的意思 主要是以赞叹的歌声 赞叹的一些音声来供养 具有像大海一般的 圣口意的 无量无边功德的 诸佛菩萨面前 我这样的供品 这样的歌声 永远都是变成 吉祥的赞格云 永远飘落在 这些诸佛菩萨面前 我们心里也是这样想 平时听到了一些歌声 听到了一些音乐的声音 这种声音的时候 也应该这样去观想 或者自己有时候 自己上知比较好一点的 这样的人在诸佛菩萨面前 经常唱一些 赞叹三宝的歌 或者赞佛歌等等 这些可以延长以后 实际上自己也获得很大的功德 不管是什么样的音声 你只要心清净 然后对十方诸佛菩萨也好 金刚上师生起欢喜心 也有非常大的功德 因为所谓的三宝实际上是 非常殊胜的对境 在三宝面前 我们怎么样供养 有一定的力量 有一定的力量 在宝灯经当中 也是这样讲的 无垢的供品 在三宝面前供养 远离四母 很快的时间当中 获得了菩提 在佛经当中 也是这样讲的 然后在《地藏经》 藏地的《地藏经》里面是有的 《汉地地藏经》有时有 但是里面有没有这个教证 我没有犯 《地藏经》当中 这样讲的 所谓的善解的快乐 全部是以三宝的力量而产生的 世界上想获得幸福快乐的人 一定要供养三宝 当然供养三宝的方式 你如果一些海潮因 海潮因是在这里 意思就是说 无量无边的 大海是从世间上也好 或者从方向上 无法衡量的 无量无边的 那么这样的 隐身来进行供养 进行供养的话 那功德是无量无边的 同样的道理 不管是从你的隐身也好 或者你的行为也好 你的心理也好 或者一些供品 凡是在殊胜的三宝对境面前 做这样的供养 又不可思议的功德 因此我们平时 自己有一些供品 自己有一些能力的时候 应该有一个 纯洁的信心来供养三宝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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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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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感谢观看 《七指宫》里面 第二个顶礼制 顶礼制是颂词当中 这样说的 化身未成熟 仆佛我顶礼 善示一切佛 正法最甚深 我们在顶礼的时候 应该这样观想 所有的诸佛菩萨面前 把自己的身体 不应该观想一个人在顶礼 在有关经典当中 也这样说的 我们在顶礼的时候 把自己的身体 化成无数微乘的数量 也就是无量无边的 自己的身体 在具有无量无边的 功德的诸佛菩萨面前 身体 语言 心 全是相当的恭敬而顶礼 他这里顶礼的对境 未来已经实现 涅槃的佛陀诸佛菩萨 然后现在正在转法轮的 后来即将涅槃的 这些三世的诸佛菩萨 以及自己的金刚上师 等等面前顶礼 正法 我们刚才前面讲的那样 教法和正法为主的 世间当中 未来过去 所有的正法面前顶礼 所有大乘的 像文殊菩萨 弥勒菩萨那样的 大乘圣众 以及我们小乘四位比丘以上的圣众 包括所有的出家人 这样的圣众面前 我们也应该 一心一意地顶礼 《普贤行愿品》当中 也是所讲的 一身佛杀身 一一遍离 刹成佛法者 意思就是说 我们身体 变成无数的身体 然后在佛陀面前 以无数的顶礼方式来进行顶礼 当然顶礼的方式 也有可长途的 可短途的 或者平时汉传佛教当中 有一些顶礼方法都有 都可以 但一般来讲 我们打成《大解脱经》 《大解脱经》里面所讲的 现在藏众佛教里面的莲花合照 一般来讲两个手掌 也并不是铁笼 稍微里面可以放一个莲花一样的 这样的莲花合照 身体 站起来的时候 身体要断止 平时说的是四种症 如果身体断止的话 脉断止 脉断止的话 风止 风止的话 行止 站起来的时候 身体一定要伸直 然后再跪下去的时候 五体头地 五体两个手掌 两个膝盖 包括自己的前额 应该接住地 这样又开始站起来 身体断止 又这样顶礼 这样的功德相当大的 佛陀以前对阿难也是说过 如果你这样一次地顶礼 包括自己身体所压下 一直到乃至金刚底之间 所有的卫生术那样 我们也是获得了 转能王位的功德 但是善根还是不会穷尽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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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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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我们同时也应该顶礼前面所讲的那样佛陀的灵塔 佛像 佛塔 还有顶礼菩提心根本 他这里的菩提心根本 自相续当中生起菩提心的来源 也就是说 依靠大乘上师来生起 这个上师就是菩提心的根本 如果依靠一些大乘的法本来 你的相续当中生起菩提心 那么这就是法本 菩提心的根本 不管是法本 上师还有一些地方 同时在自己的上师 上师降生的地方 转法轮的地方 圆寂的地方都要顶礼 都要顶礼 包括我们佛陀刚开始讲生的地方 转法轮的地方 承道的地方 最后涅槃的地方 都是有关佛经里面说 跟佛陀的真身没有什么差别 所以我们以后有机会 如果你去了印度 或者说在这些地方的时候 凡是佛陀的现实各种各样的一些 弘法历生十几的地方 都要顶礼 让我们一些高僧大德们 你的上师们 你的传承上师们 在哪里弘法的道场 这些我们也应该值得顶礼 为什么呢 在我们的相续当中 获得了这种智慧的力量 这就是来源 他的这种源泉 所以我们也应该值得顶礼 同时在这里 也应该顶礼皆上师 接上师他这里 比如说有些人自知不觉的 行持解脱知识的一些 修持密法的大成就者 那么这种大成就者面前 不管是你学密宗的 学显宗的 凡是这些大成就者 我们也应该值得顶礼的 这里堪布阿什利 所谓的堪布在《华玛论》当中也讲了 对自己传比丘戒和萨弥戒的 这种法式叫做 清教师 这种上师叫做堪布 这种法式 同时也顶礼阿什利 阿什利密宗所有的金刚上师 也叫做阿什利 显宗当中这叫做规范式 比如说我们忏悔的上师 传讲佛法的上师 或者给你传一些戒律的上师 皈依的上师 都包括在阿什利密宗当中 因此我们时时的应该 向自己的传承上师 也应该顶礼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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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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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